哈喽大家好 我是庄野 欢迎您收看庄野杂谈加拿大系列节目 庄野杂谈是一个用聊天讲故事的方式 介绍海外文化的脱口秀系列节目 每周日在YouTube、西瓜视频和B站同步播出 欢迎您订阅观看 另外庄野杂谈也在Facebook和Twitter上面 也开辟了专属账号 欢迎大家留言 今天咱们继续讲赏风的话题 上集咱们讲了一下安省北部的五处 重磅赏风胜利 今天咱们就往南边看一下 看看还有哪些好地方 今天咱们第一个要讲的 住在多伦多的小伙伴们估计都知道 那就是阿杠坤省立公园 阿杠坤省立公园 它是多伦多附近最著名的赏风大热门景区之一 每年接待的游客可以说是乌央乌央的 有人说你的乌央乌央到底是多少人呢 数量是80万人左右 而且它是连续多年被加拿大人给评选为最受青睐的 加拿大国家公园的第二名 仅次于西边的班夫国家公园 有人听到这可能奇怪了 你这个刚才不是说阿杠坤公园 这是一个省立公园吗 怎么在这个国家公园里面还有排名呢 这个阿杠坤它虽说是省立公园 但是它一般在人们的心目中 它经常被认为是一个国家公园 这个是因为它在刚成立的时候 就是1893年刚建立的时候 它的名字叫做阿杠坤国家公园 只不过后来这个公园就交给省政府经营了 这才改成现在这个省立公园的名字 而且即使它改成省立公园了 它的地位也在 它是目前加拿大历史最悠久的省立公园 占了一个加拿大之最 你看它是成立于1893年 并且它也是加拿大的一处国家历史遗迹 它是在1992年给位屏上的 讲这个公园之前咱们先看一下地图 你看它的位置在这个地方 估计你一眼就看出来了 这个公园它的占地面积是相当的大 达到了7600多平方公里 你看它能把整个大多伦多地区都给装进去 咱们大多伦多地区不过才7100多平方公里 它是7600多 而且这个公园不仅面积大 而且公园内的旅游资源是非常的多 光是公园里湖泊的数量就有2400多个 另外还有漫山遍野的森林 湿地和河流 其中公园里面溪流和河流的总长度加起来就达到了1200公里 所以说你看 这么大的面积 这么多的旅游资源 您作为一个游客的话到这儿玩 是不是有一点老虎吃天无处下爪的感觉呢? 我也经常在网上看到很多网友在讨论 大家就是争来争去 说是来这个阿岗坤公园到底应该怎么玩才能玩好 也是各种意见都不一致 炒成一片 要我说呢 其实怎么玩这个不是关键 我觉得您能不能玩好呢? 这其实跟您在公园里面停留的时间成正比 我倒是建议您来这个阿岗坤省立公园最好能在附近找个地方住宿 至少住一个晚上 因为这个公园距离南边的多伦多和东边的沃泰华 都不算太近了 您看 它的西门距离多伦多是270公里 东门距离沃泰华是240公里 这个单程开车过来都是将近三个小时 所以说你要是不住宿的话 这来回开车那不就六个小时吗? 那你说你玩一天的话 基本上六个小时都在路上 所以说你能分给阿岗坤公园的时间 那还能剩多少呢? 当然了 确实也有不少人是当天来回的 这个咱不抬杠 那你就早点出发呗 晚点回来呗 是吧 假如说您住在多伦多 您可以早上6点出发 上午9点到 然后晚上6点开始往回走 你看 这么算起来您在公园里面停留的时间也有9个小时 不过呢 我觉得这9个小时不够用 您这还是属于急匆匆的赶路性质的 不知道 对不起阿岗坤公园在多伦多和沃泰华旅游圈的地位 因此说您当天来回确实也可以 但是我不推荐 我还是建议您住宿 至于住几天 这个您自己定 这要看您想在公园里面玩多少项目 以及是不是急着赶回去上班 接下来就是下一个问题 您要是住宿的话 住哪合适呢? 这个问题其实很好回答 在阿岗坤公园周边有好多小镇 那小镇上面大大小小的旅馆是有的事 您随便 不过要是让我来推荐的话 我建议您住在这个小镇 亨茨维尔 亨茨维尔 不过虽说这个亨茨维尔是一个小镇 但是它的人其实挺多的 根据2021年的人口普查 这个小镇上的常住人口大概是21000多人 您看这在多伦多周边的小镇中就算是人口比较多了 那为什么我建议您住在这呢? 首先你看咱们在地图上看它的位置 它距离阿岗坤公园的西门特别近 只有42公里 除了距离比较近之外 另外还有第二个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小镇是山清水秀 光这个小镇它自己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赏风的目的地 因为这个小镇 你看它是位于两个湖之间 这两个湖呢 东边这个湖叫做Fairy Lake 仙女湖 西边这个叫做Lake Vernal 佛农湖 这个小镇就在连接这两个湖之间的这条河的边上 而且这个小镇它的周边地带都是一些高高低低的秋陵地带 就是山地 因此说这个小镇可以说是有山有湖有河流 而且这个小镇上到处都是那个郁郁葱葱的风树 一到这个秋天 这小镇简直美得让你心旷神怡 尤其是当你站在小镇东边的那个高地上 从上往下俯瞰这个小镇 那怎么形容呢 绝对是一幅美轮美奂的这个世外桃源的风景画 您可以想象一下 一个个精致的小房子 在碧蓝的河水周边是零星的分布着 而且这些小房子都被埋在花花绿绿的风树之中 而且这个河水也漂亮 碧蓝的河水上面 航行着这么几艘小船 在两岸风树林的映照之下 小船泛起阵阵的涟漪 您就闭着眼睛想象一下这美景 算了 您也不用脑补了 这样我给您看一张照片 您看看 漂亮不漂亮 随便说一嘴 这张照片可是我自己拍的哟 有版权的 不过您可以拿去用 不过用的时候 你得提一提我的名字 或者是提一提我的频道 其实我拍这个照片的位置就是在小镇东边的这块高地上 这块高地上面有一个观景台 这个观景台的名字叫做Lions Lookout 就是狮子观景台 这个观景台也是多伦多附近非常出名的赏风观景台之一 你看我前面给您看的这个俯瞰小镇的照片 其实就是我站在这个观景台西边的树林里面拍的 不过这个观景台虽说是可以往西边看小镇的 但是它作为多伦多附近非常著名的赏风的观景台 它主要的景色是往东边看的 视野可以说是非常的开阔 您在这个观景台上可以看到东边的仙女湖 以及它周边的大片被红叶铺满的丘陵 那景色绝对让您过目不忘 相当震撼 我这儿再给您放几张照片 也是我自己拍的 让您感受一下在这个观景台上能看到什么 所以说你看 为什么我推荐您住在这个Huntsville小镇 理由是不是很充分了 是因为有业配 是因为有一个美丽的观景台 好悬的 差点把实话说出来 不闹了 我开玩笑的 你看我这个小频道哪有什么业配 不是我不想 主要是人家也不找我 你看人家这个Huntsville小镇 人家压根就不需要 我来帮着人家打广告 人家自己在加拿大已经是非常有地位了 非常出名的世界著名小镇之一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看 在这个小镇东边 距离它8公里的地方 有一个叫做Deerhurst这么一个度假村 那个地方曾经在2010年的6月份举办了第36届 当时的八国集团峰会 G8 Summit 能举办这么一届峰会的话 说明这个小镇就不是等闲之辈 咱们再简单看一下这个小镇的历史 这个Huntsville小镇它的历史非常悠久 它是在1886年正式成立的 你看这个年份听着耳熟是吧 这不就是跟西边的温哥华是同一年成立的吗 不过这两个目的不一样 温哥华那时候是作为CPR铁路的西部终点站 而这个Huntsville小镇一开始它就是作为一个当地的木材加工中心 属于一个妥妥的工业区 就是因为它靠近阿港坤公园 当时的阿港坤公园里面是有伐木区的 砍伐下来的这些树木都是送到这个地方进行加工 然后再运往多伦多 不过这些其实都是历史了 现在这个小镇已经跟工业没什么关系了 它现在主要的经济支柱就是靠旅游业和服务业来拉动当地经济 所以说你看光靠颜值它就吃的饱饱的 不需要做别的事了 因此说您现在到这个地方来玩就可以看出来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旅游度假的圣地 每年尤其是夏天 这个小镇绝对可以说是人来人往是乌样乌样的 其中大部分都是游客了 当然也有不少画家艺术家到这来寻找灵感的 因此说这个小镇上有好多的度假屋 投资房 小cottage这种度假性的 你看不仅小镇里面 小镇周边也是 好多可以玩的地方 到处都是什么高尔夫球场 度假村 公园 脆游 露营地 那旅游资源多到可以说是数无胜数 你看 说到这有没有退休之后想来这一养天年的呢 说的这个话题估计有人关心了 在这个小镇上买房子 它这个房价贵不贵 还行吧 至少比多伦多便宜多了 你看咱们看一下这个小镇的房价的中维数走势图 左边这个图呢 它是最近一年的房价走势 右边这个图是最近十年的房价走势 你看它是一个长期看涨 短期看跌的这么一个走势 现在它的平均价格大概是75万左右 这个价格其实也是属于一个历史高位了 所以说您要是真想在这买房子的话呢 可以再等等看啊 有人说庄严 你是不是又跑题了 这不是准备去阿岗坤公园看赏风吗 怎么前面说了这么半天这个小镇呢 这不算跑题啊 因为咱们今天既然提到了赏风这个话题 那么秋天的话到这个狮子观景台来看风叶 也是必须要说的一个打卡必到的景点 不过需要强调一下 它这个小镇周边看风叶的地方 可不是只有这么一个狮子观景台 咱们可以在这个地图上往北看啊 你看距离这个小镇北边不到十公里 有这么一个省力公园 名字叫 Arrowhead Provincial Park 箭头省力公园 这个省力公园其实也非常的美啊 这个公园里面有一个非常幽静的小湖 还有一个秀丽的小瀑布 另外还有一个可以观景的平台 你要是来这个地方赏风的话呢 你就直接去停车场旁边那个观景平台就可以了 这个观景台的名字叫做Big Bend Lookout 大湾曲观景台啊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 就是因为你站在这个观景台之上 你可以看见前面有一条光秃秃的 被这个河流给侵蚀过来的一个沙洲的地貌 而且它这个河流的形状呢 是一个大大的一个弯曲的形状啊 所以名字叫做Big Bend 这Bend不就是弯曲的意思吗 因此说它这的景色也是相当的独特啊 而且它这个观景台修的是比较高啊 到了秋天也可以看到前方一大片这个开阔的空地啊 这个景色也是非常漂亮啊 其实呢咱们前面说了这么半天呢 都是在给这个阿港坤公园做热身呢 接下来呢咱们就赶紧讲今天的主角阿港坤公园 咱们前面说了它的占地面积特别大 但是呢你别看它这么大的面积啊 实际上呢一般的游客来到阿港坤公园呢 最主要的活动范围啊 只是在公园的中间偏南这个位置啊 也就是在60号公路两边活动啊 你看60号公路的阿港坤这一段呢 它有一个外号啊 叫做highway60 corridor 60号公路走廊 这么一个名字啊 这个走廊的起点和终点就是在阿港坤公园 东西两端的这两个门啊 这两个门呢 西边这个叫做west gate西门 另外一个就是east gate东门啊 你看这个图啊 这个就是这两个门在地图上的位置啊 有人估计问了 为什么需要修两个门呢 一般的公园不都是一个门就行了吗 这个呢还是因为考虑到这个公园的特殊位置啊 你看它是位于多伦多和沃泰华中间啊 因此说呢修两个门它比较人性化啊 你看从多伦多方向来的小伙伴们呢 绝大多数都是从西门进东门出 而那些从沃泰华那头来的小伙伴们呢 一般都是从东门进西门出 这两个门之间被60号公路连通起来 这个距离大概是55公里啊 你要是正常速度开车不停车的话 大概需要开40分钟啊 有人问什么人会开40分钟不停车的 从这个门买票进来 然后又不停车从另外一个门出去了 谁这么缺心眼啊 这个怪我啊 没说清楚啊 这条横川阿港坤公园的60号公路呢 它不是一个公园的专用路啊 它是市政府的公共道路 那每天肯定有好多车 它只是用一下这条公路啊 并不打算在公园里面停留 因此说呢 你看每天有这么些过路的车啊 这个公园的管理方也不可能在中间 把这个路一拦给你收费是吧 所以说呢 对那些过路车的话 它完全可以直接穿过这两个门 压根不需要停车啊 只有当您需要在公园内停车 下来溜达的话呢 您才需要在这两个门这呢 停下来买票啊 至于怎么买票呢 这个简单呢 您看呢 当您开车经过东门或者西门的时候呢 您可以看见它这个大路的旁边 有一个岔路啊 这个岔路就是给你用来交费用的 您只要拐进去 停好车跟公园这个管理人员呢 买一个parking permit就可以了啊 所以说是非常的简单啊 当然了还有另外一个地方 可以让您买这个parking permit 就是在这个公园的游客中心啊 不过这个游客中心 它比较靠近东门这块 所以说对于这些从西边来的朋友呢 在这个Vidator Center这块买票不太现实啊 其实这个阿杆坤公园啊 这里面的游玩项目 其实也是丰富多彩的 只不过一般的游客呢 都是来到公园中间的这个 highway60 corridor这块啊 当然如果你不是一般的游客 你要是二班的呢 你也可以去探索一下 这个阿杆坤公园的其他的部分 你比如说这个公园的北边 东边和南边 这些非主流的这些地方啊 也都是非常值得您去探索一下的 不过那些地方呢 你要是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了解一下 它不是咱们今天要讲的重点啊 今天咱们主要就是说一说 在这个highway60 corridor那块 应该怎么玩啊 其实我也不需要浪费太多的时间 说的太详细了 我就简单说一下啊 它这个公园在60号公路走廊这一带呢 基本上你在别的公园里面能玩到的 这都能玩到 比如说什么游泳啊 划船啊 打猎啊 钓鱼啊 路营啊 骑自行车啊 走tray啊 你想玩什么都可以玩到啊 所以说这个公园特别适合全家老少 一大家子一块来啊 而且呢 因为它历史悠久嘛 这个公园的开发时间也特别长嘛 所以说它这个公园里面的各项 这个设施修的都是比较完善的 不过咱们今天既然是还是赏风啊 所以说咱们今天就只需要说 你要是来阿岗坤公园来赏风的话 应该怎么玩啊 其实很简单的 您只需要走tray就好了 紧接着问题就来了 你看呢 它这个阿岗坤公园啊 在60号公路走廊这一带呢 一共有15条tray 那我应该走哪条tray 才能看到赏心悦目的风景呢 其实啊 您问的这个哪条tray 才可以看到风景 这个这个没法回答 因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阿岗坤公园里面呢 它之所以被称为赏风圣地 就是因为它这里能够看到风景 看到秋色的地方 那可多了去了 这样吧 今天呢您算是来着了 我呢 我心立穴的为您做了一个阿岗坤公园赏风观景的大排名 专门为您列出来阿岗坤公园内五条啊 最美的赏风去处啊 我这些信息可以说是全网首发呀 难得一见的 所以说您赶紧拿出小本子啊 记下来 等下次呢 您有机会去阿岗坤公园的话 就知道去哪看风叶了 说之前呢 咱们需要想个办法来标记一下 这些trail所在的地方啊 这样啊 咱们用网上这个pdf的地图啊 它这个地图呢 其实您可以在网上找到 并且下载下来啊 这里给您提供网址 在这啊 打开这个地图之后呢 您可以看到啊 它这个地图中间这条黑线呢 这个就是highway60 就是60号公路啊 这条公路在西门这边呢 被标记为0公里 最后呢 到达东门的时候 它的公里数是55公里整啊 哎 这个就是咱们前面说的那个highway60 corridor 60号公路走廊 然后呢 你看啊 在这一路之上啊 所有的15条trail 全部给你用红色的数字 在地图上面标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呀 然后呢 就简单了啊 我下面呢 就直接跟你说这五大赏风好去处 您呢 在这个地图上一找 就能找到啊 OK 咱们废话少说 现在开始 阿港坤公园五大赏风好去处 No.5 哒哒哒哒 阿港坤公园游客中心 哎 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 是不是有点失望啊 怎么一个公园的游客中心 能挤进你庄业前五门的排名里面呢 您想呢 一般的游客中心不就是不大点的一个小房子吗 这么一个小房子都能够排进前五 那说明这个公园的水平是不是有点low啊 哎 您这么想一点也不奇怪啊 我一开始跟你想的一样啊 估计呢 是其他公园那些比较简陋的游客中心 给咱们心中留下的印象不怎么好啊 不过呢 您可千万不要小看阿港坤公园的这个游客中心 它是比较高大上的 这个游客中心其实是在1993年 在公园开业100周年庆典的时刻启用的啊 它其实是一个小型的展览馆 加上餐馆 加上书店礼品店 再加上观景平台 这么一个四合一的综合建筑 基本上也是一个怎么说呢 来阿港坤公园的游客必到的一个打卡胜利啊 尤其是它后面这个观景台啊 这个观景台的名字叫做 Algonquin Park Fire Tower Lookout 取这个名字也是因为这个瞭望台 也是可以用来观察森林火灾用的 因此说呢 为了观察火情方面 它这个观景台修的也是比较高啊 视野也是非常的好啊 给不少游客了 尤其是那些从东门进来的游客 留下了非常好的第一印象 但是呢 那些从西门进来的游客呢 往往都不太喜欢这里啊 觉得一般般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就是因为你看它的位置在这啊 你注意到没有 它距离东门比较近啊 而其他那些风景更加好看的瞭望台呢 都在这个游客中心的西边 所以说你看 从东门进来的游客呢 是先看这个Vedetta Center 再去别的地方观景 所以说有一种层层递进的感觉嘛 但是对于那些从西门进来的游客呢 这个游客中心的观景台呢 是最后一个到达的 俗话说嘛 曾经沧海难为水嘛 这些人已经看完了西边那些更美丽的观景台 再来到这儿呢 就难免会有一点狗尾虚雕的这个失望啊 所以说是这个原因呢 因此说 咱们考虑到这个因素的话呢 我倒是建议您如果可能的话 要是不怕废游的话呢 尽量也从东门进入这个阿港坤公园啊 感受一些身体内的这个荷尔蒙啊 被这个美丽的风景所激发出来 然后有一个层层递进 节节拔高的这个感觉啊 好 说完了no.5 接下来是阿港坤公园五大赏风口区处第四名 LOOKOUT TRAIL 它的位置在这儿啊 这个地方在距离西门大约40公里处啊 这个LOOKOUT TRAIL它的全长是2.1公里啊 大概需要走40分钟 它属于难度比较高的trail之一 但是您别看它这个难度不小 但是这条trail它特别受欢迎 可以说是一个打卡必到的网红trail啊 你看呢每年一到这个赏风季呢 来这的人特别多呀 那问题来了 这么一条被标记为高难度的trail 为什么能来这么多人呢 主要是因为两点啊 第一 它虽然爬起来困难一点 但是这个trail的总长度它比较短 只有2.1公里嘛 即使再苦再难稍微挺一挺就到了 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 因为这条trail它实际上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呢 虽说有些地方看着比较陡峭啊 但是呢大部分的路面呢基本上都是非常平坦的 而且它这个trail两边呢设施非常完备 维护的也很好啊 另外这个trail的标记也特别清楚 所以说如果您慢慢爬的话呢 其实一点也不难呢 即使是很多老年人 其实他也可以爬上去啊 而且这个trail的沿途的风景特别好 最后呢您可以登上一个巨大的岩石的撩望台啊 站在这个撩望台之上您可以俯瞰阿港空公园 西北方向几百平方公里的震撼美景啊 这呢我在网上找了几张美丽的照片 让您可以感受一下 站在这个撩望台上能看到什么样的风景啊 不过这个撩望台虽然漂亮啊 但是我个人还是把它排在第四位啊 这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撩望台有几个缺点 它第一个缺点就是人太多了 您呢要是不喜欢跟很多人扎堆的话呢 其实这块可能不太适合您呢 第二个就是这个撩望台啊 这看到的景色呢缺乏水景啊 它只能远远的看到西北方向的一个小湖 Pond Lake 整个看起来有点这个山多水少的这个类型啊 磅礴大气有余 但就是缺少了这么一点秀丽的湖水映衬的美感 所以说我把这个观景台排第四啊 OK 接下来呢就是阿港坤公园五大上风口去处的第三名 Track and Tower Trail 它的位置在这啊 这个地方距离西门大约是25公里啊 它在60号公路的南侧 这是一个全长7.5公里的trail 走完全程大约需要您走两个半小时 而且这个trail也是一个难度标记为高难度的这么一个trail 不是太适合老年人啊 不过这条trail其实也没那么难呢 之所以被标记为高难度就是因为它的路途比较长 而且有不少地方需要爬楼梯啊 对这个体力有一定的要求 所以说老年人的体力估计跟不上啊 不过呢 它这个trail也是一条非常受欢迎的步道 这里面其实什么景都有啊 什么湖泊啊森林啊小桥啊流水啊 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个在崎岖的山道里面爬山的过程啊 特别费劲啊但是呢您费了这么半天的力气呢 努力是可以得到惊人的回报的啊 为什么因为这条trail啊它经过一个非常美丽的观景平台 这个观景平台的位置大概在这儿啊 你看站在这个瞭望台上 您可以俯瞰南边的这个曲里拐弯的这个catch lake 镶嵌在无边风海中的绝世美景啊 我在这也放几张照片给您看一看 让您体会一下这个track and tower trail 这个观景台上到底能看到怎么样的美丽风光 ok说完这个trail 接下来就是阿岗坤公园五大赏风好去处的第二名 Booth Rock Trail 它的位置在这儿啊 这个trail呢它距离60号公路有一定距离啊 您可以在60号公路上面距离西门40公里处呢 向南拐上一条小路行驶大约8公里左右 就可以到达这个trail的入口啊 它这个trail呢全长大概是5.1公里啊 有人用这个app来亲自测量的话 估计能够达到6公里左右啊 这个不重要啊 一般的游客呢走完全程 大约是需要两个小时左右 你看5.1公里走两个小时 这说明这个trail其实也是挺难的啊 它这个trail其实最主要的特色就是森林 湖泊和岩石地貌 一开始呢您是沿着这个rock lake的湖边走啊 接下来呢您就登上高处爬到一个观景台 然后呢在这个观景台上面 您就可以看到一个令人倒吸一口凉气的 美丽壮观的景象啊 你看就这个啊 呈现在您面前的这个湖 就是刚才您一路经过的 位于这个trail的西南方向的这个比较大的湖 rock lake 你看这个景色是不是跟前面那个track and tower trail里面那个景色有点类似啊 其实有不少人把这个booth rock trail跟前面这个track and tower trail做比较啊 觉得这两个trail其实不分伯仲啊 而且这个观景平台上看到的景色也很类似啊 没错啊 这两个观景平台它的区别不是太大 所以说至于谁排名靠前谁排名靠后其实都没关系啊 我之所以把这个booth rock排在前面呢 就是因为这儿的视野呢 它距离湖水更近一点啊 所以说显得蓝色会稍微多一些 是这个原因啊 不过这个不重要啊 文武第一武武第二嘛 你愿意把哪个排在前面都行啊 好最后一个阿杆坤公园内赏风最佳的trail No.1就是这个Centennial Ridge Trail 长期以来呢 这个trail它一直稳稳的占据着阿杆坤公园赏风trail的顶流一哥的位置 所以说如果您的时间宝贵呢 不打算住宿的话 也就是想玩一个当天来回的 那您干脆就直接来这个trail走一圈 走完这个trail就回家 即使呢你不去别的地方 也不会留下太多的遗憾 你看这么说的话 你是不是就了解这个trail在阿杆坤的trail圈里面的重要地位了 这个Centennial Ridge Trail它的位置在这儿啊 它其实就在Booth Rock Trail的正北方向啊 您可以从60号公路上面距离西门38公里处呢 开上一条向南的公路啊 开个2.2公里就能够看到这条trail的停车场啊 哎走这个trail之前呢你需要注意一下啊 它这个trail距离比较长 它长度达到了10.4公里啊 一般的人呢走完全程大约得需要走5个小时左右啊 所以说您在走之前需要对自己的体力有一个合理的评估啊 做好一个走远路的心理准备 而且呢你最好带一个背包啊 里面放一些食物以及饮用水 别走到半道您又饿又渴的 找不到吃了喝的那就比较被动了 所以说这个trail因为它的长度 就被归为这个难度比较大的那一类啊 不过它的风景是无敌的啊 您将穿过美丽的森林 经过两个小湖 然后呢爬山到达山脊顶部的一个高处 在那儿呢您将发现一个观景平台啊 在这个平台上面 您可以俯瞰西南方向的这个White Fish Lake 大白鱼这么一个湖啊 这名字起的 俯瞰西南方向的White Fish Lake 它的美丽风光啊 可以让您一眼横扫这一段地区的 加拿大地盾的这个高低起伏的 布满枫叶的壮丽全景啊 尤其是这个小湖啊 White Fish Lake 它这个湖中间呢 还有一个小岛 凭空给这幅美丽的风景画呢 中间还增添了一抹亮色 特别特别的漂亮啊 所以说这条翠鸥之所以可以成为 阿港坤公园的赏风一哥 原因就在这个观景台 它可以说是阿港坤众多观景台中 顶流中的顶流啊 打卡必到啊 不过呢 善意提醒一下 如果您来这个翠鸥的话呢 您记得要早点来啊 因为它这个翠鸥太受欢迎了 所以说停车场啊 本来也不大嘛 就是非常容易被站满啊 非常抢手 所以说我建议您呢 最好不要在赏风高峰期的周末 白天最热闹的时段过来啊 基本上你那个时候来呢 也没什么停车位置留给你了 所以说您在选时间的时候呢 您自己考虑啊 怎么样 前面说完了这个阿港坤公园内 赏风的五大好去处 是不是有了一种 立刻就想打包出发去看风影的这个冲动呢 其实呢 除了前面说的这五大赏风好去处 这个阿港坤公园内也有其他的几个trail 也是各有特色啊 我倒是建议您要是有充足的时间啊 在这个公园里面溜达的话呢 可以把所有这些标记为高难度的trail呢 都试着走一遍啊 因为我相信一句话嘛 所谓无限风光再显风嘛 你想啊 开发出一条这么高难度的这个trail 结果上面没什么好看的风景的话 你说这公园的开发人员那不是瞎耽误功夫吗 我看一下时间啊 呦 不行了 今天我本来打算多讲几个赏风的地方 但是没想到光讲一个阿港坤公园呢 这个内容就这么多啊 OK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呢 欢迎您动一动小手指帮我点个赞 如果您要是能订阅我的频道 或者是帮我推荐给您身边的朋友 那就更好了 庄严呢在这里感谢您的支持啊 得嘞 咱们下次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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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